女人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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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良愛 最近你有沒有看新聞 怎麼樣 吵得沸沸揚揚的幾件新聞 是 其中有一個是包括 談到薪資問題 對 就是說有人講說 我們台灣的薪水 跟十幾二十年前 好像也差不多 平均薪資啦 差不多 有嗎 二十年前很高 我們剛開始做小助理的時候 也是領個什麼 一萬八 兩萬三的這種 聽說現在的大學新鮮人 好像也差不多 也是 還是再領一萬八就對了 對 所以我們薪資二十年沒變過就對了 是 所以我們聊這集 幹什麼東西 那我們就覺得很不開心 我們又聽聽別的國家 是不是也是這樣 跟我們一樣差 對 會不會聊完之後更難過 會不會聊完之後更難過 還是要聊聊看好不好 不然誰會知道 所以今天我們就請到了 苦幹實幹 他很能幹 賣老命 老闆呢 賣出了一片天 我們的台灣團代表歡迎 歡迎 當然留在台灣只想玩 整天盈盈沒事幹 很聯合國行男 謝謝 近期台灣薪資問題 又在新聞版面 爆得沸沸揚揚 而今天就來放眼世界 到底其他各國他們的薪資水平 又是如何呢 馬上就來揭曉 我們今天也有準備了這個 排行榜 各國薪資的排行榜 對啊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從第二名開始看 來看一下 美國平均年薪一萬六千八 一路發好兆頭哦 平均年薪一百六十八萬啊 什麼一萬六千八 年薪一萬六千八 是要怎樣啊 誰要火啊 年薪 他是講的是美金一百六十八萬嗎 台幣 折合成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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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先生 三萬 他這樣會怎樣 一百六十八 這個有很高嗎 一百六十八 只是滿高的 平均一個月 每一個月多少 十幾萬啊 十幾萬啊 十幾萬 十幾萬 你不是對錢很精嗎 你怎麼最近慌呢 對啊 每次應該台幣不知道 那這個一個月真的十幾萬不錯 而且總是剛開始就是這樣 對啊 那我們來聽一下布倫怎麼說 因為我有個朋友的妹妹 他去美國 念那個碩士 然後他畢業之後 他去那個會計所上班 然後他有一次回台灣 我就很好奇說 他一年薪水有多少 結果他說他一年薪水 四萬 美金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大學剛畢業 然後他去那邊當銀行專員 然後他一個月的薪水就有十萬 全世界富豪過半以上都是美國人 我有一個醫生朋友 他想要去美國考醫生的證照 在那邊當醫生的話 年薪高達七百多萬台幣 七百多萬台幣年薪啊 對啊 那一個月到 一個月六十幾萬有了耶 對啊 五六十萬有囉 太可怕了 七百多萬 那很好啊 對啊 因為在美國其實如果你念大學之後 當然你會賺比較多錢 可是你還 你沒有念大學的話 可能薪水比較低吧 就 可是還是可能比其他的國家多吧 就像我弟弟他一出來 他不想念大學 所以他就直接去找工作 他的薪水那時候應該一年 三萬美金 一年喔 應該他月薪台幣八萬吧 蛤 所以可是那個是沒有 沒有找 沒有念大學 所以那時候 高中畢業而已耶 對 高中畢業就八萬 一年耶 可是他覺得太少 他受不了 所以他乖乖回去念 念大學啊 大學畢業之後就找工作 上班沒有四五年多 他已經年紀應該超過十萬美金 所以應該 十萬是三百萬一年耶 所以做哪一種工作啊 十萬台幣 他是精算師 所以 那當然啦 專業的 什麼什麼師之類的啦 專業有證照的 什麼師的 對 都是 你剛剛講說他 他弟弟是剛畢業的時候高中嘛 就是拿一年三萬塊美金嘛 對 可是其實我妹妹後來在美國 他讀到的是碩士 那他就在美國直接就工作了 可是因為呢 他們那時候是 英特兒 可是那家公司對他還不錯 所以還是有發他薪水 我妹那時候他拿的是 一年四萬多塊錢左右的薪水 那聽起來換算成台幣都很高 其實那時候好像是 一比三 三 三十四之類的 所以也是那種一百多萬這樣子 可是你知道嗎 扣掉稅之後 其實也沒有剩多少錢耶 真的 而且那邊的消費又很高 那稅又收很高 真的啊 還要付小費十五十八趴 真的 現在紐約都要二十趴了 美國的日子能過嗎 其實我覺得 美國雖然說年薪高 但是你要看哪一個行業 因為他們對這種所謂的 有專業技能的這個行業 起薪都會比較高 那當然像一般的這種 所謂的上班族的話 可能就還好 像當時我不快畢業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直接進那個IBM的時候 他給的我們的薪水是 六萬塊美金 所以乘一乘 大概 而且是十幾年前 十幾二十年前 所以乘起來花一百八十萬台幣 所以基本上還不錯 但重點是 還沒有加上任何的那些福利 因為他們有很多福利很奇怪 比如說你買車 他居然會給你那個 真的喔 所以那個時候 他不管你買什麼車 反正就給你 就是可能頭期款他付了 對 就是說他 不管你買多貴多好 或多便宜 但你買便宜不行 因為他最多是他拿那個 那個發票去報 他抵稅了 對 所以他那時候 就是給你那個 一萬塊美金的那個錢 讓你去買 所以你一定要買超過一萬塊美金 所以當時我買那個 B&W還不錯的車 四萬塊的話 等於公司就幫你出了一萬塊 幫你出了四分之一的 這麼好 這錢就很好啦 然後重點是 他除了這個以外 因為他知道美國很多 那個地方很大 所以常常會幫你這樣 跑來跑去 所以還有一個relocation fee 就是說你本來從這個 舊金山移到這個 矽谷的時候呢 他基本上 他有給你這個 一年的這個所謂的 寒家費 就是說你去那邊租房子啊 什麼的 這一年都算他的 那個時候 我租一個月 一千五美金的房子 他一個月就幫你付大概有一千塊 但是問題是只有六年 六個月 因為他覺得說 六個月以後你應該這個 對這個城市就 熟門熟路了 應該就找得到 再被騙的話也可以 所以我覺得說 除了這些以外 其實這樣算一算一算 那些金錢加起來 不得了的啦 對啊 所以不能光看薪水那個部分 怎麼這麼好啊 對啊 美國 因為我老公在台灣是 他是美商嘛 福利在台灣已經算是非常好了 就是我老公他們譬如說 很基本的 大學畢業的女生 現在二十七歲的女生 進他們公司 在台灣 月薪是九萬多 他們那個女生 進來三個月 他們公司最嫩的 那個二十七歲的女生 馬上換一台奧底 大學畢業而已耶 九萬多 真的每天晚上喝多少酒 才賺得到 不用 不用 因為他們是外商 他們的老闆只注重你們的健康 然後很鼓勵大家去業期 不好意思 他大學畢業為什麼會是二七 然後報名 大學畢業期 因為他還有出國念書 那你可想而知 我老公他們公司 每一個員工的薪水 一定是比這個高很多 大學畢業剛進去就九萬耶 好幾萬 所以其實你看美商 所以你要不要跟我們聊聊 你老公一個月多少錢 還不錯 但是你可想而知 美商在台灣福利已經很好了 對不對 他們在美國是更好的 我跟我老公去年九月 就是去美國那個舊金山 矽谷那邊 因為我們有親戚住那邊 他們有房子 我們住在矽谷 我們開車大概五分鐘 就到那個 Facebook的總部 比站那邊那個Facebook 就是他住那個區 那因為我們覺得 那個環境非常清幽 然後我跟我老公就想說 我們好像可以在矽谷買一棟房子 就問了一下我親戚 現在他們家那個二手的房子賣多少 他說台幣一億起跳 一億矽谷那邊的 而且都藍藍的 木頭的那種的 平...就平... 就前面就是那個車庫 後面就是很普通的 超可怕 他就說一億起跳 然後我跟我老公就嚇死 因為我老公也是電子業 矽谷那邊是不是也是 美國的電子業 然後我們就說 那美國電子業的人怎麼買得起 一億的房子 然後他親戚就說可以啊 因為美國的電子業 新人 一進去的年薪 一個人大概就是兩百五十萬 台幣 年薪就是兩百五十萬 那如果你看 我是在這個公司認識我老婆的 我們兩個都在矽谷工作 我們一進去 兩個人的年薪就是五百萬 哇 所以你再工作個幾年 然後再存一點錢 其實你是買得起 有機會 他跟一... 他兩百五嘛 他跟他太太兩百五 對 他如果多娶幾個太太 那更多太太 對 整個是一個買下來 對,可以去試 架子很適合你 因為你就是二百五 對 但是你要想 兩百五十萬台幣的年薪 在台灣 已經應該都是足大老闆等級 對啊 我這一次 我不是講說 我們要去舊金山 我就在研究那些住宿什麼 對 訂房間 真的好貴 很貴 一碗牛肉麵三百塊台幣 然後你停一個車 停一天 五十塊美金 等於是一千三 停車而已 在市中心 你就知道說那些人 根本花錢如流水 他們真的花錢如流水 因為你知道我在那個 一個民宿住宿網上面 我就在找嘛 對 你知道我看到有一棟 它的每一個 每一個晚上一定都是一萬多塊 起跳 然後有一棟 它真的很漂亮 也是在矽谷那附近 一個晚上三萬美金 三萬 一百萬耶 一百萬台幣 對 我想說誰去住啊 對啊 不來得比得吧 對 所以我幫你預訂了兩個 不行 卡號留他的 他可以的 真的好貴 太可怕了 但是講真的 你就說舊金山收的這個 那個什麼 收入很好 可是他的稅金那些也都很高 對啊 然後還有什麼消費稅那些 其實加一加也很可怕 我聽過就是在台灣 好講林遠好了 就是林氏遠遠 那在台灣 因為我之前走五十隻腳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發林遠嘛對不對 台灣好像就是便宜的是 五百也有六百七百八百 第九十一千塊 有一些是來自一個便當而已 對 有些就是領個便當 吃個便當就走了嘛 我覺得非常辛苦 那日本的話 就是好一點點 日本七、日本三大概 如果沒有 沒什麼講台詞 就是走過去幹嘛的話 一萬塊 背景 日幣 一萬塊也不錯啊 三千塊 三千多的台幣 有便當嗎 有當然 很高耶 林遠 看起來很棒耶 不錯 在美國你知道嗎 我的朋友 他一定會打戲 一點點 然後就是會講英文 然後日文當然會 一天的薪水 快三萬塊台幣 真的假的 走過去再走回來耶 沒有 還有一個 如果有這個是打戲 比如說打一個拳加五千塊 然後比如說火在這邊 就是靠近這個火 跳過去 腳五千 就是每一個 每個動作細項在家裡 有這樣的 而且 這個是這個的 拍戲的內容 我們吃一個便當嘛 他們是吃 咖啡 對啊 對啊 這服務都不太一樣 所以他後來 他的所有 好像我去了 他跟我說 已經超過五百萬台幣以上 我想知道耶 太扯了啦 我想知道在日本的話 比如說像行男們這樣子 就是本來從開始沒有知名度 然後上通告這樣子 大概多少錢 通告藝人啊 大概一萬多左右 台幣 很好耶 很好耶 對啊 對啊 你默默無名 剛開始來錄的時候 通常都不會有那麼多錢 對啊 因為我聽說日本藝人 他們上綜藝節目 因為他們一集要錄好久 他們現在都是幾十萬 有上百萬起跳 日幣啦 藝人 一集 對啊 差不多 但是問題是 就是他們那個 就是他們的公司 今天說抽得也高啦 超... 超超... 聽說有八二 八二 公司是八... 一年是二年 沒過 是啦 幾萬人還拿兩千而已 對啊 最近很多新聞 他是被逼得拍一批 我老公的朋友最近想在美國 就很簡單的弄一... 搞一個網站 然後賣一些台灣的東西 給美國的華人 就這麼簡單 那他就... 因為他自己還有政治的工作 所以他想請一個人 來當這個網路公司 就是坐在電腦前面 回答大家的問題 有東西收發一下 東西影印一下的一個助理 他現在找到了一個 是開價最便宜的 一個月是三千塊美金 什麼 最便宜的 三千塊 九萬塊台幣 他找到最便宜 其實他開的全部都高過三千塊美金 然後他做的事情真的就是 回覆一下大家的問與答 就這樣 那我的表妹 她現在是在台灣的韓國公司工作 然後一樣也是做助理 然後不到兩萬塊 然後每天還要跟韓國的那個大老闆 韓國大老闆還要不時的抽考 問他說 你覺得台灣現在有競爭力嗎 你們現在台灣的年輕人 會喜歡這樣子的東西嗎 不到兩萬塊耶 然後每天忙得跟狗一樣 韓國的那個公司 公時非常長 所以完全那個價差 對,一個是不到兩萬嘛 一個是九萬塊台幣 我們公司 我們... 你們公司 離開了是不是 你好幾顆新的公司 寫漢工廠公司 但是也是給他們兩萬多而已 因為這個... 這個邏輯吧 對 國情 如果在韓國的公司 像這樣子的 基本上一個簡單工作助理的話 是多少錢 五萬塊左右 五萬到六萬 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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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名是誰 來看台幣 跳一個嘛,對不對 讓大家舒服一點 好,第四一名 英國 英國平均年薪約台幣133萬 感覺很高一點才對啊 那還好吧 英國那麼低喔 看一下VCR 因為英國的話 他們大學生剛畢業 他們的年薪就有兩萬英鎊 對 會比其他的城市還要再高很多 大學生剛畢業 他們起薪比較低 但是三千很快 一年內可以從兩萬英鎊到四萬英鎊 在英國的六狗人士 他們的年收入三萬多吧 英鎊喔 等於台幣一百多萬耶 超多的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國中同學 他去英國做護理師 然後有一次回來 跟我聊甜食小爺 然後我就問他說 他現在到底賺多少錢 他跟我說 一年至少一百三十萬台幣以上 好,謝謝大家收看 今天二分之一強 兩千塊 太辛酸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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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萬多 聊這個吃一點 聊這個誰睡得著 聊完大家就開始想自己的未來 又失眠 對啊 趕快上人力網站 好啦,英國你趕快隨便說一說 才第四年 其實不覺得英國的薪水沒有什麼好的 之前覺得還好而已 但是我們脫歐之後就是很底 對 對 也是你們自己選的 壓給嘛 對,就是這樣 脫歐你們開始後悔了吧 我們自己嗨的好不好 不想 對,就是這樣 所以你們英國人是覺得自己的薪水沒有那麼高 其實 因為我們是看其他的國家 看美國 看那個日本的東京的什麼 就是 對,我們覺得比起來的話 現在 英國沒有什麼好 謝謝 我昨天才跟我英國 就是倫敦回來的朋友在聊 他說如果你要看英國的物價的話 你先看他們的殼 三十八 現在... 三八,那七幾塊 對,所以差不多七十塊錢左右 我們那時候在念書的時候 英鎊是一比五十五 那更可怕 對啊 他大概在五、六年前 他還有到六十幾的時候 對 可是現在就是整個跌到怎樣 一半這樣子 跌一半喔 對,幾乎要跌到一半了 五十五到現在三十啊 對啊,現在只有三幾啊 現在只有三幾啊 不到三十八了,其實 即期的話 像我朋友他老公 他是德國來的 就是金融從業人員 他在倫敦工作這樣 坦白講他的年薪還滿高的 但是我們就抓一個大概的數字 譬如說像五百萬台幣好了 可是五百萬台幣 對於他們來講的話 他們的年薪過了一個階級之後 他扣稅是直接扣到百分之五十耶 五十 對,所以他們是年扣的這樣 所以他事實上 拿到手上只有兩百五十萬台幣 但是他們的消費 譬如說我們隨便去外面吃一餐 就五百萬台幣起跳 所以他如果控制 沒有賺到那個門檻底下 反而還比較多耶 對啊 你一賺過那個門檻 所以一扣掉你等於又回到... 是一樣的 不可以,不可以 節稅 有效的節稅 對啊,而且他們現在 英國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就是因為有很多的東歐移民進去 然後還有其實他們那種 什麼大英國協 其實都比較容易進去 他們國家移民這樣子 那很多人再加上說 現在的那個市道比較不景氣 都失業 那政府就會給失業救助金 育兒補貼 或者說一些什麼房屋的住宿 住宿的補貼這樣子 所以他們整個財政通通都往下拉垮 那才... 以至於說 像一些業主他們覺得說 現在的成本變高 那就只好砍員工的薪水 那你們在英國是 大學生就會開始工作嗎 很多人也是跟我一樣 我是十三歲的時候開始上班 就是暑假還是週末還是那個 就是這樣的 不是在上學的時候 打工嗎 對,是打工 我自己是在十三歲 在馬鈴薯農場工作 就是從早... 有時候從早上七點到下午六點 就是沒有下雨的話 所以你知道英國很少發生這樣的事 天天下雨的 但是我的薪水就是一天一半十塊 十塊 十塊而已 當時是五百塊台幣 你吃一餐就消耶 我是去三年 我是夏天的時候去 第一年我是挖土 就是找馬鈴薯 第二年我是開那個農場車 第三年我就是把很大的盒子 是綁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你有一直在升遷啊 不是看 在管道 升遷管道很順暢 還不是都在馬鈴薯工廠 升遷管道很順暢啊 要看... 下次拍飛機撒農藥 看天氣... 看天氣才能去 但是大概一個月 就可以十到十五次去 所以就是一個月可以轉一萬...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塊銀磅 可是你農場有給你吃嗎 馬鈴薯 馬鈴薯啊 你還不然還要吃 我每天在挖 我還要吃 好歹有雞蛋糕嘛 對不對 對,他們不是給我們馬鈴薯 就是給我們薯條 對,還有薯片 不是一樣 不是一樣 夾頭爸也不錯啊 好可憐哦 被炸過的薯條好不好 對,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去上大學 一樣的週末工作 但是畢業大學的時候 那個... 他們剛剛VCR說的 一畢業大學就是找到 很好薪水的工作 不一定 我自己是畢業大學在市場 在好事 還是照顧老人的工作 那個不是兩萬多的 哪有... 我不知道,這個是倫敦的吧 倫敦不一樣 而且他們在這種大城市 你為了要搶到比較好的公司 進去工作 那有些人就搶著要去當實習生 他們那種籌碼就是 我不要薪水,你用我 只要我表現好以後 他先卡位就對了 先卡在說嘛 對,我寧可不要薪水 也滿聰明的耶 對啊,可是要熬啊 但是你們... 英國是不是比較多 是用時薪來算 一個小時多少錢 我在英國的時候那個是快400塊台幣 現在300塊台幣 一年 一個小時 10星 10星 但是我們跟台灣不一樣 我們是每個小時上班的 都會收薪水 在台灣的,你知道在辦公室的 你到5點 你沒有下班的話 他們不會加班 沒有加班費 對,在英國一定會 不然就是違法的 正職業這樣 英國的話我只能說 你真的沒有辦法在外面消費 因為他們的貧富是很兩極的 那你當然可以過得很簡約的生活 就所有東西都上超市買 但你也可以活得不錯喔 因為他們很多紅酒 在超市裡面 都只有1英鎊 牛排也很便宜 所以你就一直吃 喝酒吃牛排一直醉 然後一直便秘 一直醉一直便秘 因為你吃不清菜 畢業完了工作出來 食薪是多少錢 食薪 我們有同學在那時候 在那個... 在打工 在Notting Hill的那種 甜點店打工 他的食薪那時候是5磅 其實還不錯 我們那時候去英國有一天 我們就不想出去吃東西 因為英國東西真的太難吃了 然後我們就在... 難吃也是重點 我們就在民宿裡面叫披薩 披薩而已啊 披薩 像必勝客這種外送 對 披薩你想會跪去哪裡對不對 就是那個Papa Jones 對啦 連鎖的 你想會多貴披薩 對 會多貴 我點了兩個 台北大概兩、三百塊 對啊 兩個大的披薩 兩個大的大概四、五百吧 台幣 然後還有烤雞 就雞翅 就一個歡樂餐的 對 你知道嗎 我回來 結帳 是 台幣 三千多塊 哇 你那個是有干貝的 干貝披薩嗎 龍蝦披薩 對啊 龍蝦整隻在上面嗎 好扯 對 還叫坐下請 對 太扯了 太扯了 那個也是在倫敦的 倫敦 你看 這是倫敦的 太扯了 倫敦真的很貴 倫敦的是其他地方的那個兩倍 兩、三倍 對 你買什麼都是在倫敦比較貴 那我有一個問題 之前我去去英國 而且我去的是 不是要高級商店喔 是一般一般的 就是一點點舊舊的那個 漢堡店 因為雞翅超難吃的 吃酒會很想吐 吃膩 終於知道在漢堡餐 我很開心 然後看起來很便宜 OK 沒有 好可怕 沒有飲料耶 這是在麥當勞漢堡玩什麼嗎 不是 不是 看起來 但是問題是那個時候 差不多十年前吧 那個時候你知道嗎 日本的麥當勞 那個其實漢堡 100塊日幣 30塊台幣 哇 我想說 怎麼那麼貴 那是如果是麥當勞還是 漢堡玩的話 就是跟大家一樣的貴 一樣的便宜 但是如果那個是獨立的 那個就是比較特別的餐廳 自己的餐廳店 對 應該一定是比較貴吧 但500塊真的也太貴 很誇張耶 可是你看如果 算了 他一定是發生在倫敦 聽起來台灣還不錯啊 對啊 他把人家好火 推到倫敦就對了 對啊 所以可以 心情好好 我自己不是倫敦人 所以台灣人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倫敦人 是可以怪倫敦的事 或是其他英國的地方來的 所以英國其他地方的誤差也差 都是 還好啊 沒有很貴 好啦 我們現在看看英國啦 心情好多啦 我們要不要來看最後一名 讓我們心情好一點 對 更好的 看這個第六名 你們心情會好嗎 韓國 韓國平均年薪 84萬台幣 84萬 太低了吧 沒有這麼低吧 我們先看一下VCR 好 因為之前有看到新聞說 他們基本薪資調到41K 就是台灣兩倍 就覺得滿高的 之前看新聞說 韓國大業班從三萬多薪水 現在做一年之後變五萬多薪水 之前有朋友他是念韓文系 那畢業以後就直接去韓國工作 那他們一般就是大學畢業的話 起薪至少都有台幣 大概七萬以上 因為我朋友剛好在韓國工作 那他平均一個 就是他平均死薪一個小時 差不多250元左右 所以我覺得比台灣來得高 因為我有些朋友到韓國工作 起薪大概都是七到八萬左右 部價高他們薪資也相對高 就是韓國男生平均鎖的都滿高的 三星那個產業 大概315萬台幣吧 結果那一位是 那個沒錯 男生比女生賺得比較多 可是那裡有原因 因為我們男生去當兵兩年 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來說 那個兩年是算 那個公就的經驗 所以當然男生比女生賺多啊 那女生你的當兵的話 就可以公平的薪水嗎 可以嗎 可是女生都不會去 當兵 當兵也可以當這個什麼資歷耶 他們的意思 也算資歷耶 台灣就不行啦 所以如果男生有當兵的話 比較好找到工作是嗎 對 如果...其實我們來講 如果沒有去當兵的話 很難講 很難找工作 那個男人就不是男人 對 因為大家都去嘛 他們當兵很嚴苛耶 你看那些藝人都沒有一個感動 賺再多再也要拉去啊 不敢的 當兵是他們覺得很驕傲的一個 對 我本來想說韓國平均年薪84萬 從168跳到84吧 應該比我們那個吧 84你一個月也是六、七萬塊吧 六、七萬喔 平均喔 平均 剛剛外面有一個聲音 就是不想讓我們好過 台灣平均年薪70 70 而且還是靠這些電子主管拉高的 那一個月也要五萬喔 就一個月有五萬喔 平均一個月有五萬 但搞不好很多人沒有 有那麼多嗎 是靠電子業拉高的 靠電子業拉高 你說韓國你剛剛這樣算算 一個月至少六、七萬 對啊 韓國是我覺得比台灣當然比較高 可是韓國的特別就是 像我有一個認識台灣人 他在一個公司裡面 大概做了二十幾年了吧 可是 薪水就是三萬到五萬而已 差兩萬塊而已 可是在韓國我朋友 已經開始九萬塊左右 九萬塊開始工作 九萬起薪 九萬 起薪是什麼 起薪開始 一開始 九萬塊開始 然後他做了三年之後 已經變成十二萬 對 一樣升千管道順暢 對啊 所以這個呢就是 如果做十年 或者是十年多 會更多 賺得更多錢 就是有一點不一樣 如果一個社會新鮮人 就是他剛從大學畢業 正常 然後出來工作 大概多少錢 以前我爸爸媽媽的時代 那個家喻的程度很重要 你畢業高中 或者你畢業大學很重要 可是現在為了說 你去哪一個公司 大、中、小公司 不管你畢業高中畢業 或者是大學畢業 你去小的公司 就是開始賺五、六萬吧 然後中 對 高中畢業就五、六萬 不是 進去那個小的公司 小公司 五、六萬開始 然後中公司大概七、八萬 然後大公司十萬多塊開始 好了,我不想錄了 你幫我麥拿走 好誇張 他只是聊聊他的現況 清新啦 如果說韓國錢賺這麼多 為什麼現在很多韓國人都覺得 年輕人覺得日子很難過 電話費是很貴 在韓國吃到飽 要大概兩、三千台幣 你知道吧 對 可是我現在在台灣 花了只有六九九而已 六九 對 超便宜的 所以你是因為電話費便宜 才來這邊 對 就是我住在韓國兩年嘛 對不對 而且我住的地方是 大球 就是不是 大球 比較鄉下一點的地方 對,那邊是 美女超多的地方 我跟你講 就是我被騙棄那邊 結果一個美女都沒有了 韓國小姐很多是大球出來的 都是出來的 夢多 出來然後改造的 對啊 夢多,你現在看著鏡頭說 大球沒有美女 還是會有 我的意思是 很多人是大球那邊 很多美女 而且是Miss Korea 都是大球之生的 對 然後而且我去的學校 就是很多女生的學校 天啊 我真的很期待去學校的時候 都是 天 你學校學校你怪誰 很強 你應該是女被分班 還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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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就是 回到原點了 因為韓國就是 其實我那個時候 因為我是日本的國家隊 然後就是我也贊助 所以就是我的收入也不差喔 其實韓國的生活費來的話 我可以存錢 但是 存不了錢 我們來跳來看第五名 是誰呢 往上一名啦 我們來看 日本 日本好贏啊 一百一十二 萬台幣喔 這是日幣的五六百萬嗎 來,差不多 差不多 我們來看一下VCR 聽說日本一天打工的 時薪就九百多塊 如果在大城市東京的話 就有將近 大概一千多塊日幣 我曾經有一個朋友啊 有去日本當跑龍套的靈演 然後薪資大概是台灣的三倍 一天就大概是三千塊左右 就我朋友就是在那邊 剛出社會 然後其實他當一個 基層的業務而已喔 然後他的薪水 就已經六萬台幣以上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還蠻高的 朋友在日本做唱片的活動人員 他說他月薪就二十六萬日幣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樣聽他聊天下來 我看他年收入一定是就是破百 而且日本的消費的物價又很高 所以我覺得是日本 我有一個朋友他在日本當空姐 然後他們平均月收入 大概就是日幣三十二萬左右 然後年收入就三百多萬了 然後像他們就是同...就是加班啊 都還會有補助都還不錯 如何 聽的心情又自足的 對 日本的平均年...那個什麼 薪資是多少錢 基本上講的都是東京 我說真的啊 因為你看我鄉下 九州那邊 大概就是 頂多十萬到五萬就 講什麼台語 真的啊 為什麼我們來的各國型男 都是從鄉下來的 沒有 出一個問題啦 只是怎麼會這麼巧 但是... 但是就是東京我知道 我之前也在東京 就是打工過工作過嘛 非常好 就是比如說就是隨便 什麼樣的工作內容 就那個買牛洞啊 就是還有買腳踏車 服務業 一條圍巾而已嗎 沒有 沒有 穿一條圍巾騎腳踏車會痛 那個就是那個日本的 你們就是台灣也有的那個什麼 吉野家 吉野家 你知道嗎 我之前在潘燕在那邊上班 大概一個小時 一千五百塊日幣耶 五百塊 五百塊台幣 不錯 一個小時 可是它是夜班 大夜班 然後白天也大概一千一百塊日幣 三、四百 但是那一家店非常忙 然後比如說我白貨公司 白天的白貨公司 買腳踏車九百塊日幣 一個小時九百塊日幣啊 對,日幣 他一個小時九百塊 對 他可能去那個地下 到那點 美食街吃東西 他都會全錢貴 吃一碗拉麵就已經五、六百了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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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而且有時候不要羨慕 因為我其實我的那個儀仗是日本人 所以我表弟他們都是在 在日本 然後最近是剛畢業上班 後來我問他的時候 他說還不錯 應徵到一個那個 廣告的那個公司 而且是那種大廣告 我想說不錯啊 在日本廣告 因為日本消費性產業又很好 所以進到一個大的那個 開下會社的話 應該不錯 結果後來聽一聽 不太對 因為他說本來一開始的時候 進去 我們剛剛不是講嗎 起薪都六萬左右嗎 對不對 他說本來起薪千元也是六萬 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事情 他說 日本有些大公司有試用期 你要通過那個試驗以後 才能成為正式的社員 就是正式的社員 那我說那你如果是在 還沒通過那個 有些是一個月到三個月 那中間這些試用期 或者是訓練期 他們講是訓練期 訓練期的話是多少 他說是 半薪 半薪 所以你看本來六萬塊的話 就變三萬塊 然後你三萬的話 在一個大都市裡面 其實非常不好生活 就是剛剛好而已 三萬如果在東京的話 真的沒辦法 但是他不是在東京 他是在大阪 所以還好一點 但大阪相對來講也是 第二高 第三高 一樣貴 所以你忘了忽略 前面所謂的訓練期 重點是 訓練期完以後 他還會讓你說 不一定會進到那個公司 對 所以他是超原錄取 比如說他可能錄取十個人 他說他們公司就錄取十二個 然後就明文跟你講說 會有兩個人會被淘汰 一定 所以你在同期的十二個裡面 你就要絞盡腦汁這樣 你撐我的後面插刀 前面插箭這樣 然後最後宣布的時候 等於你三個月白白浪費掉 又要重新找工作 所以不要看他那麼好 其實有一些這種大會社的話 他們有他們的 特別的規則跟制度 不得不防範 而且就是日本工作壓力 真的非常大 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下班之後 然後應酬 對我們日本人來的話 這是一個工作 因為應酬的時候 就是社交媒體嘛 比如說跟上面的人聊天 然後就是 就是叫做個人技巧 你知道嗎 你講國語這樣嗎 對不起 好 人跟人的技巧 反正是 人跟人的技巧 對 這個很重要 喂 我是不是想到姿勢跟技巧 你要說個人技巧嗎 然後主要的是 我們二十四個小時要看手機 然後就是 像台灣人是做夢就做夢嘛 就是 現在有些人也不會 但是我們就是 一直在在意是 老闆有沒有 打電話給我 或許就是要做什麼事情 就上面人是叫做什麼 就馬上去做 然後有一個 有一次喔 我跟一個 也是大學同學 就是 我們同時一樣 就是加入一個公司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同學很會工作 我承認 他很會打電腦 就是接電話 很厲害 但是他不太會搜尋 所以呢 我是 我一直是摸魚的人 就是一直在 就是躲 躲起來 老闆來了 我就這樣 但是我下班之後 就是很會搜尋 結果三個月的薪水 我是他的1.5倍 再來第三名 新加坡 平均年薪159萬台幣 我們看一下Visia 因為新加坡的話 他們就連餐廳的服務生打工 好像正值聽朋友說也要 最少有 五六萬以上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平均 國家薪資比較高 他們那邊的 大學剛畢業出社會 就有六七萬台幣 蠻有我的啊 因為之前看新聞上面說 剛出社會新鮮人 薪資所得 大概是台灣的兩到三倍 新加坡他們其實 像他們電子業啊 就是他們薪資都 底薪比我們高很多 因為他們 底薪大概六萬吧 六萬左右 然後他們還有再加一些獎金啊 還有一些補助 有朋友啊 就是去新加坡工作 那他做工程師起薪 就應該都有個九萬 進去的門檻也比較高啦 對啊 所以我覺得應該 新加坡薪水都還滿高的 新加坡 對 我也覺得 新加坡的工資很高 因為我的朋友 有一個挪威朋友 他是 他是 新加坡很喜歡 引進很多外國人才 然後我的朋友從挪威 他去新加坡的時候 他的薪水一個月是一百萬台幣 一個月 一個月 一百萬台幣 一百 他做什麼啊 而且公司還給他放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東西刷啊 一個月嗎 所以一百萬 不是,因為新加坡很多公司 很捨得花錢引進外國人才 這是真的 而且很多公司的總部 現在都設到新加坡 以前在香港 現在都往新加坡去了 對 對 馬丁,你是不是想要去新加坡了 我覺得我在台灣幹嘛啦 在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也想問你這個問題 對 你到底在這幹嘛 天啊 一個月一百耶 一百萬耶 好,那那個是也很高的 那可能是比較那個 那比較特殊一點的 那如果是平均 如果是大學生剛畢業的話 沒有經驗大概是六萬到七萬 然後如果是工程師大概九萬、十萬 沒經驗可以領到六、七萬 對啊 那你以前剛畢業的時候 在新加坡是做什麼 我以前是做保險業務 所以我的底薪是四萬五 然後如果我業績很好的話 我可以到二十五萬 台幣 台幣 蛤 天啊 我越來越搞不懂 這些人來台灣 你們幹嘛 你來這邊給我們贏了嗎 讓我們覺得很眼紅的嗎 你下次要去新加坡是什麼時候 我要跟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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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為什麼不待在新加坡 其實我爸爸 我爸爸很希望我回去 但是 我比較喜歡我現在的工作 你現在 但是新加坡雖然我們 那你不要救我的工作 就介紹一下 不是 雖然我們可以賺那樣 比如我賺二十五萬一個月 但我們不能過得很奢華的 比如如果我們要買車子 我們買不起 買房子可能我們也很辛苦 對 因為新加坡的車子 買一輛是等於台灣三輛車 不是啊 還有牌照的錢不一樣 你可以花幾年的時間 在新加坡賺滿了之後 再去別的地方啊 對啊 也是齁 現在還想到 結論就是新加坡人的那個 對 數字 所以難怪我 這個人昨天搬家了 所以 三個月我問問他 你的那個 究竟多少 他說一萬四 我覺得太貴了 可是結果他 昨天搬去的那個新的家 對 究竟多少 你說 我昨天搬 三萬 一股 等一下 還有游泳池 游泳池 對 這好遠啊 在南京東路五段 是 你們要給他講出來 小巨蛋附近是不是 嚇死 不是 因為 換算去新加坡的租金 其實是很合理的 新加坡 新加坡薪水很高 對 因為譬如說 真的應該是兩三倍吧 麵包師傅 我妹妹在那邊說助理 麵包師傅助理就是五萬起跳 那台灣大概可能兩萬都不到吧 因為麵包助理嘛 兩萬有沒有三萬五 所以大概是兩倍 說實話我以前進餐飲店 有一個還不錯的女生 而且也滿年輕的 滿聰明的 那時候最高 因為台灣說真的 你要付到那個外場的話 大概三萬多塊已經算 說真的不錯了 已經頂天了啦 你又不是頂泰豐 對 真的 小龍包 人家那個格調 有那個級別啦 對 但是一般的餐飲店大概就是這個錢 但是後來他說他要去 新加坡的餐飲店打工 做一樣的事情 重點是 重點是人家還有提供食宿 就是吃羹他們也有宿舍 然後重點是 來這邊三萬塊對不對 提供宿舍以外 他可以食領到台幣六萬塊 所以等於說 他那個吃住都不用花錢以外 他那些錢都可以存下來 因為他是在某間 新加坡很有名大海鮮 一艘船上 吃海鮮餐廳那一家 當然很多我們台灣的這些服務人員 都會想要去新加坡淘金 存個第一瓶 第一瓶 是啊 你以為這是最氣的嗎 最氣的差不多了 更氣的來了 我不想看 好不好 給馬丁一個機會 對 第一名瑞典 平均年薪 台幣一百七十七萬塊 對 第一名 我們丁丁路人怎麼說 瑞典我在 之前在新聞上 網路上看到 他們年收平均有到十萬美金 所以我覺得滿多的 之前看新聞好像說 他們平均所得有快要 將近十萬塊台幣 就比台灣高很多 我朋友有去瑞典打工 他說平均一個小時就是台幣 一千五百塊錢 所以我覺得真的太好賺了 瑞典的稅收得比較多 好像有三分之一 他們好像福利高嘛 所以他的收入應該會比較高 十星一千五 你說說看 你十星一千五這是怎麼回事 這比我們多一個零耶 一千五應該不是平均吧 可是有時候都會這樣子 應該是說平均最瑞典的 所以真的有這個事情嗎 對啊 沒有 謝謝 謝謝各位觀眾朋友今天的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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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講完啦 例子說 在月薪啊 在瑞典平均 通常都是大概十到十五萬 看你做什麼工作 那些是一般的 平均的 你講十到十萬是主管級了嗎 還是 一般人 一般人的工作 就是職員那種 因為如果你是說就是 這種哪裡奇蹺 你比如說你大學畢業 然後你找第一個工作啊 像我弟弟啊 他之前就是 他大學畢業了嘛 然後他就打電話問我說 台灣的薪水高不高啊 那如何啊 他常常說要不要來這邊 然後講到一半他就掛電話了嗎 太多了 不要浪費錢了 因為真的 他就跟我說 因為他現在那邊是有一個 一個助理的一個工作啊 然後那邊他已經是有九萬多 助理九萬 對啊 所以他就是覺得 那我就跟他說你六在那邊 你不用太證明就好了 好誇張喔 助理九萬 總經理都不一定九萬了 我跟你講 總經理都不一定九萬了 對啊 因為瑞典也是就是 因為其實在工作上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壓力 因為我們福利就是很好啊 雖然我們的福利 福利是從稅來的嘛 我們的稅也是就是三分之一嘛 我們就是 百分之三十三的稅 然後如果你是賺更多的 那當然會超過一半的 都是要付稅 可是因為我們福利真的就是很好 那除了我們 我們之前聊過的什麼 產假什麼的那些都 之外 我們在工作上的福利也是很好啊 因為很多公司他們現在 比如說他們就是做六個小時的上班天嘛 一天只上六個小時的班 只上六個小時 對 然後很多公司裡面 他們有很多就是服務 就是會有一些個休息的那種房間啊 然後那邊 有的公司他們會有一個專門的一個 真的 按摩師在那邊啊 會幫你按摩啊什麼的 可以抒牙啊 超扯的 對這樣子 然後每一個公司一定 他們的就是房價 每一年的房價 是至少是有一兩個月 然後就是有 有薪水的房價 有薪假 有薪假 還放一兩個月 一兩個月 其實很多 比如說那些比較大的工廠啊 他們可能就到了夏天 他們就打烊啊 就關廠啊 然後所有的人都去放假 夏天放假 然後冬天冷得要死 所以工廠都不會做 舒服的時候才讓你去放假 像我的媽媽 因為我的媽媽是郭曉老師 那因為她是郭曉老師 所以她跟著我們小孩一樣啊 她其實 就因為像夏天啊 她也是放個三個月左右嘛 然後冬天也是放個一兩個月 天 然後全部的累積下來 結果她一年就好像沒有上班 就一半的一年啊 只有半年 只有半年上班啊 所以小孩跟姜母鴨一樣耶 就開半年而已 對 可是人家放假好錢 方便問一下說 媽媽國曉老師一個月薪水 大概多少錢嗎 月薪二十萬 月薪二十萬 台幣 應該是接近吧 你應該會接到很多台灣老師 給你的流量 對 因為台灣老師一個月要多少 沒有啦四五萬而已啦 他只想說他那個比較輕鬆啦 四萬多塊 對啊 因為那時候我們博開畢業的時候 我剛好就有一個瑞典的同學 他那時候也是 就是整個交換學生 然後留學完後本來 他也是跟著我們一輪跑 看了一些很多工作 後來他決定接受自己祖國的徵招 因為那時候手機剛剛流行 所以那時候他的這個 北歐的那個Ericsson 跟那個Nokia都有找他 後來他是去芬蘭的這個Nokia 但是他說因為 離他的國家其實也很近啦 這樣相對來講 他可以回到他自己的北歐國家 結果那時候我不是想說 我們那時候在美國的時候 那個起薪六萬塊左右 差不多是平均嗎 他們那邊的話 一開就是開九萬 重點是九萬呢 還有加獎的一些 很多這些福利啦 還有這些 津貼這樣子 還有這些放假 重點是壓力真的 真的沒有那麼大 沒有壓力 所以那時候我們很多同學說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 工作去 然後後來問一問問一問 才知道說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第一個外國人 在他們那邊的話 所以會扣得很重 然後第二個的話 那些福利啦 那些保險啦 其實加一加以後 其實扣下來的這些實際 領到手的話 其實講得跟其他國家一樣 收得多 然後出去了也多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對 來來去去 存不到任何錢 你覺得在瑞典工作 賺的錢跟花出去的費用 能存得到錢嗎 我是覺得是可以 但是我們 其實我們很多瑞典是比較不會 我們沒有存錢的這種觀念 因為我們比較不需要擔心 就老了以後沒有錢 都會有人照顧啊 都會有人照顧啊 所以我們就比較享受 就現在的這樣子 但是你不是上一次跟我說 你們那邊無價很貴 而且是好像 酒也滿貴的嗎 酒是非常貴的 你看吧 如果我在那邊馬上就破產 你破產 對啊 我們聊完這一集覺得 我們往正面一點想啦 人比人氣死人 不是 而且只能說 他們真的很愛台灣 對啦 好不好 但努力工作才會有出頭天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 接下來第二回合 一個家的蜘蛛就像無底洞 你都不知道女人的辛苦 對 好 然後呢 你們又說我們花錢如流水 家用怎麼樣都不夠 他剛剛講什麼 說什麼 大而化之 大而化之 你為什麼用錢沒有大而化之 你又出來 老婆 你錢花在哪我都不知道 你嚇得我魂飛魄散啊 老公 你以為雜質只有幾百塊 你是不知道物價 我老公啊 只真的是出一張嘴 然後呢 還掛我家用花那麼快 對 真的很快啊 哪有快啊 我們每個月 大概譬如說月中 約定還有一個日期 我把家用整筆 匯到他那邊去 然後常常是到 30號 隔月的1號2號 我說哇 怎麼已經花掉八成啊 然後呢 再到大概10號的 譬如說4 5號匯對不對 到了10號的時候 什麼 花完了 你有插滿大而化 是啊 是 而且 可以這樣子 可以這樣子比喔 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嗎 他可以隨時查我的帳戶 我只要到10號 因為他每個月15號給我 對不對 然後我是不是15號之前10號 他就去看我的帳戶 然後看我剩多少錢 然後就會直接告訴我說 你錢又領完啦 不是 壓力很大 我說雅蘭 女人齁 不要不要那麼樣陰謀論 因為呢 我不是在故意看你的帳戶 早來 不是 我真的不是 因為我已經 因為他拿了一張紙給我簽 他可以看清楚我所有的帳戶 然後我都沒有 心機好重喔 對 這是什麼口氣啊 我跟你說他心機真的超重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不要什麼事都陰謀論心機論 不是 我那給你簽的是 幫你用你的名字 開戶投資基金的名字 然後呢 我在他同一家銀行 我幫他開了好幾個戶頭 對 所以我都是網路上面在操作 買基金 買保險 訂存 我都是網路上 不是 因為同一家銀行 但是我跳入另外一個圈套 因為我不知道 他可以查到我名字的其他帳戶 不是 所以我簽的那一張指 他我所有的帳戶 包括我的四檔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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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覺得 好聽 好聽是買基金 等一下 你也太老實了吧 中華民國別的不多 銀行到處都是 你非得在那家開戶嗎 我沒有心機那麼重 因為我本來開的就是那一家戶 然後結果他就跟著我開那一家戶 然後就跟著我開那一家戶 然後就跟著我開那一家戶 然後就跟著那邊幫我買換一家 你說心機不重 如果你的帳 你的家用 花的是那麼剛剛好的話 那也就不用怕我判 但是就發生過 你花的錢跟我的帳 對不起來的現象 做假帳 對 所以也沒關係 而且 對啊 而且美人姐 美人姐 你有沒有發現不公平 她也有薪水 對 她要把她賺的錢交給她老公 對 她老公發薪水給她 是她發薪水給我的錢 太誇張 余赫然 妳有臉說人家嗎 為什麼沒有臉 為什麼沒有臉 等一下 OK 不是 我跟你講 不是說這樣子 我賺的錢比你多 我從來沒有 我賺的錢說每個月給我多少錢 我從來沒有 我全部都給家裡 所以她 侯昌明的錢比我還要多 她的帳戶裡面都是好幾百萬 她的帳戶裡面都是好幾百萬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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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還會收出來 腿軟掉 有的東西 帳戶裡面都沒有錢 保留一下 我的帳戶裡面都沒有錢 保留一下 我的帳戶都只有二十百千萬 只有萬耶 妳說話我老親國 差好多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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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講到哪裡了 這很辛酸耶 真的很辛酸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 等一下 為什麼 你上通告的錢 是家用 是你主要收入嗎 對 是我主要收入 然後我老公 全部要歸給他 不是 不是歸我吧 歸家用 對 就歸家用 然後呢 我曾經說過這個話 因為我沒有私房錢 所以我就跟他說 你要給我一點保障 因為這是我自己賺的錢 那我如果全部都拿來給家裡的話 那我是不是什麼都沒有了 哪天你要跟我離婚 真的 我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然後呢 房子的名字是他的 車子 車子也是他的 超名 所以呢 那我是不是說 那你可以每個月給我一點錢 是因為我要製妝 我要染頭髮 製妝不能從家用出嗎 不能從家用出 製妝是我從我的私房錢 所以我每個月固定領薪水 然後我每個月固定領五萬塊 然後他就給我五萬塊 我從那五萬塊去製妝 然後染頭髮 好 家用一筆 不行 因為家用都不夠了 我每個月還要用我的私房錢去貼 好 等一下 這我都聽不下去了 我跟你講 為什麼有法官是對的 因為我要聽兩兆說詞 不要只聽一片一邊的片面說詞 好不好 你說到這個財富的問題 我曾經跟他說 從那一個 因為我現在的房子名字是我的 我說因為那是婚前的 是我自己努力的 我說那個讓我保有就好 以後任何房子 我通通買你的名字 可是沒有啊 以後都還沒有任何的房子 還在存錢啊 還在努力 所以這個話是不是假話 還在努力嘛 那但是呢 我在你們房子的同時呢 我是不是這幾年 一直用你的名字 去做理財的規劃 我不是幫你買股票 幫你買基金 幫你買保險 但是他又拿了一張紙給我錢 不是 我是我的代理人 不是 不是 沒有做主的權利 不是 因為你不會 我要幫你買 等一下 好 不要講別人 你知道你名下現在基金價值多少嗎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都是他在操作 我跟妳講 因為他都不懂 所以我當要幫他操作的時候 銀行一定要有一個委託人 一定要簽 所以我都會給他簽 所以他是我的委託人 跟代理人 然後他的不安全感強到說 我說欸 你的名下已經超過我現在戶頭裡數字很多了 我都有曾經跟他講過數字了 但是他人就會說 不安全感 他說 他說 哪一天你會幫我做 不是 只要一通電話說 我也幫我所有我老婆的帳 全部轉到我戶頭 是不是 全部都沒了 我跟人家這樣講 人家不能這樣做 這樣是犯法的 所以不會 你讓我簽了一張那個代理人 然後後來呢 有一天我就跟他講 但他這個有時候 精明跟矛盾不斷地互相衝突 我說不然這樣 下次看到什麼的 我買房子 買你的名字 他說 我們賺得到時候 你腳不穿 你不願意繳房子 但我要扛 然後他又不願意 他又不願意買他的名字 那你說他是不是很矛盾 然後出來到處抱怨說 我都不給他 本來就是 你知道每天 每個月他給我自己的薪水 就五萬塊 然後我還要領三萬塊出來支出家用 因為每次都不夠 因為為什麼我家用都不夠 因為他出去外面 停車費也是我付 吃大餐也是我付 每個禮拜出去玩 一個月四次 全部都是我家用的 你知道嗎 然後青菜也要我買有機的 也都不漲 然後水電瓦斯漲了 他也都不給 也都不漲 好輕鬆 你去夜市吃會不會便宜一點 我去夜市 我每次去夜市都會花兩三千塊 不是 因為小孩每次都說 媽媽我想要玩這個 等一下 你現在講的聽起來 都相當有道理 我們來細分一下 買菜 你說買一買 這個也貴 那個也貴 請問水果我們一次出去買 你有沒有問過價錢 沒有 已經只管總價 所以一當出去 每次在那個水果回來一次買單 都四千塊四千多塊 一次 然後呢 聽我講完喔 你說你說 然後呢 水果一上車我就會問他說 怎麼那麼貴啊 你買了什麼 沒有我就買了鳳梨 買了芭樂 買了水蜜桃 買了點點點點點 我說那請問一下這個芭樂 芭樂多少錢啊 這邊有比較便宜嗎 為什麼要來這邊買 芭樂 我不知道耶 我說你不知道一顆芭樂多少錢 你就跟他拿了三顆 然後還好那一次他有給他單子嘛 我說來我看一下單子 一顆 芭樂一顆九十塊 賺錢 七十五 七十五 七十五就七十五 七十五也很貴 七十五也很貴 有比較好嗎 不是是這樣的 你以為芭樂很便宜嗎 芭樂菜市場一顆三十塊 那是什麼等級大小產地 對 大小差不多 亂講 他說的芭樂是外面那個爛 就是軟芭樂 然後 我喜歡吃脆的 好然後 不是只有 你以後就吃好的給他吃爛的嗎 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水果會買這麼多錢 因為我買回家 不甜的他們不吃 太爛的他們不吃 不是嘛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可以找 譬如說西瓜好了 西瓜 就是說 大賣場現在有大西瓜 直接一顆 等一下 職業副理真的沒辦法比在耶 職業副理真的沒辦法比在耶 沒有沒有沒有 聽我說完 兩百六左右 只要在產季的時候 因為都是我去挑 我會抱起來聽聲音 所以 挑完回去剖開 是不是甜 又脆又好吃 但是 他就偏偏要去以前的水果攤買 那個四分之一就是他一顆的錢 我跟你講 他很低級 他每次去大賣場 然後挑的 我跟你講 五顆裡面有三顆是好的 兩顆是壞的 如果這兩顆是壞的 我去外面買人家切好的 比較漂亮的 是不是一樣的價錢 如果你買回家切了 之後爛了又不好吃 沒有沒有 因為他曾經就買過 完全不甜 然後就只剩下水 然後又軟軟的 你知道嗎 這種水果你吃得下去 那你當然吃不下去 可是兩百多塊也是錢 那我如果把它貼來 我這邊買比較貴 可是比較好吃 是不是吃得比較快樂 我曾經就有這樣過 那你為什麼不做複檢的動作呢 如果你不放心的話 複檢你會挑水果嗎 你是水果商嗎 你會挑嗎 我們就是 他自己每次 戴姐 他每次 算了 好 隨便跟我一起 算我呢 再來 算我呢 我贏就對了 那不好意思 先給我一點時間 等一下 耶 他轉到四千 就變成熟了 太囂張了 我會問說 巴拉一斤 對 但是我買幾顆 到底幾斤 是沒有辦法細算的 對啦 不是 因為我只是跟他講一個前提 我說 如果說我們現在家用 有點支出是比較緊的狀態 我們不用什麼都要買好 那有的時候 我們在某些價格上 我們可以稍微的細算一下 例如 我們不用每次西瓜 那我們就要買好的 你為什麼又回到西瓜 我們可以去抱整顆 我只舉例 因為我只舉得出整顆 對 可是每人也釋出必有應 因為他每次都說 我不知道花多少錢 但是因為我是信任這個店家 因為我曾經去 我第一次到這個店家的時候 我就會去比價其他的店家 幾乎大部分的水果都比較便宜 所以那我就信任他 我跟他很熟 所以我每次只要跟他說 我要什麼什麼 他就會直接給我 對 他不會多收我的錢 那多一點點 其實是有他的服務的價值 對 品質的保證 我只要一通電話 我知道啦 我知道 可是問題是說 有的時候例如他認為說 你看他送 你為什麼還在這地 你剛剛不講說 先算我們懂嗎 好 先講完了 回去回去回去 下一位 第二棒是王中平跟余皓然 兩人為了家用 又會引起什麼樣的唇槍舌戰呢 我老公呢 他一直活在他小時候的物價 就像剛剛的水果事件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台灣 有時候雨下得多 可能香蕉 西瓜 某些水果就會特別貴 但是小孩子呢 一定要再長大 一定要什麼樣水果都要吃 所以有時候我可能買個香蕉 他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這麼貴 我說因為就是下雨下太多啦 對不對 果農 他說可是我小時候的時候 香蕉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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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小時候的時候西瓜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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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永遠都覺得老婆買任何東西都貴 我不能問嗎 錢都在你那裡 那個 車子是他的名下 錢存在他的戶頭裡面 我連手機都是他的名字 那我還不能問嗎 然後每次賺的錢都交到他那邊 我才跟他領錢 領微博的車碼費 我都沒有像插明哥拿什麼給你簽好不好 你一次拿三千塊給我 你要我簽什麼東西啊 人錢多就會亂搞 你給日理用錢 你買東西都有問價錢嗎 我買東西我也是 金金技巧 因為只有那個稍少的錢 你要買那個 我聽你在放臭 你要買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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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買東西的東西就是看 實不實用 實用了 應該用了就要買 沒有 你要看你是 是想要跟需要 美姐你忘了你們節目的窗花跟句子嗎 對啊 你會買那麼多窗花 你買東西是不是一次都買量很大 買量很大 那就是因為呢 你要知道 你如果買一樣就貴嘛 買10樣 對 它就開始可以殺價了嘛 比如說 一個東西如果說買一樣 等一下等一下 它是20塊 你什麼時候殺過假 鍾萍哥我老公說 用不到 多花一塊錢都是浪費 你老公說的話你都有聽嗎 漂亮漂亮 什麼時候感情變這麼好 你什麼時候那麼憑你老公 你以為我們剛才沒有眼睛看嗎 我跟你講 回到你自己的主題 你買多 你到底一次買多少 白柚買10顆 買10顆你要知道 他送兩顆 那幹嘛 12顆白柚 12顆 放到壞掉 那個白柚 那個白柚 你要知道 那個是齁 第一個是當季的水果 甜 吃最好了 而且那個東西吃了之後呢 你們女生就是排泄會順暢 對 12顆白柚都是我播的 哇 好辛苦喔 難怪我想播都沒得播 怎麼 借口罵喔 好爛喔 我講有點心虛 然後呢 我想吃橘子 我想說買個五六顆吃一吃 他帶我開車到新竹 入廢油廢去摘橘子 摘了大概七八十顆回來 太多了 其實你 你的油廢 所以要吃牛肉 要先養牛是不是 你搞錯重點了 你搞錯重點了 對 你知道嗎 因為我是愛你 所以 我是要帶你去看風景 我是要帶你 去出遊嘛 我要讓你知道 原來橘子是長在樹上 誰不知道啊 我要讓你了解 你說什麼 你是因為愛他 對 動不動就摔我 也不問我要什麼 對 這樣講也很有道理 那 我就是要至少讓你知道 摘橘子的樂趣 豐收的感覺 對不對 而且回來 你可以帶我到陽明山 後來怎麼唱 動不動就說愛我 也不問我要什麼 給一個做不到的承諾 沒錯啊 就是啊 哈哈 你幹嘛撐個男子 你花豆給自己跳 等一下 你要知道 那天有多少回憶 除了說 付了那個錢以外 小孩子都拍了照了 兒子女兒也跟著一起去玩了 對不對 花了那麼少的錢 得到樂趣 這首歌你還是不知道我要什麼啊 你還在講橘子啊 可是齁 可是我 可是我真的耶 我這邊真的要講一句話 因為你想吃橘子 他還有那個熱情 站起來 開車 然後站你去橘子園 你要知道 你知道他有這個熱情 都值得感恩 多少關係是 你要吃橘子 跟我有什麼關係 是 是沒有回應的 麻煩唱一首感恩的心 也是啦 你要知道 對啦 其實浩然我知道那種感覺 可是 你說像我走過婚姻啊 我真的很深深的 你們剛剛那個抱怨 我都有覺得 有時候覺得說 其實要換另外一個角度想 這個人還站起來 開車站你去橘子園 摘橘子 他願意站起來行動 這件事情都值得感恩 阿拉串給我啊 美人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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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人喔 我開到中和 就已經在打瞌睡 硬撐得到新竹 對啦 他那次是還蠻感動的 因為他後來有跟我說 他還請那個果農 留一顆不要摘的橘子 一顆橘子樹 一顆樹給你 因為我眼看了 就是被摘光了 我就請他說 留一顆不要摘 好啦 那白柚就是錯啦 白柚 白柚可以放得久慢慢吃啊 這時間總有兩戒錯的 OK 他就是感人的收場 來來 還我 你也要很感動啊 他願意把蠢往自己身上 是啊 這老婆去拿手 雖然說他本來就是蠢的 喂 你還硬要補有沒有 沒有 我這樣聽啊 可能是我自己走過婚姻的 我都覺得 這樣的衝突 其實我們一定要從另外一個角度去 去珍惜這個感覺 就是說 他還有站起來 也許 男人有時候真的給你的東西 不見得是你要的 但我們女人也可以講說 那不是我要的嘛 給我那個幹嘛 你可以這樣子啊 你可以任性到幾歲 所以我一直在忍 哎呀 你沒聽到美人姐的重點啊 不是用忍的 是發自內心去感受 對方的誠意 那個出發點 我開好笑的 同樣的男生也應該去感受一下 他做這些動作 的出發點是什麼 對 對不對 我真的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 金錢的花費那個是 但是很多夫妻 最後沒有辦法相處的 最衝突的一個價值觀的一個問題 OK 像如果有人跟我挑水果買太貴 這個事情 哦 不行 我就會想辦法自己賺錢去買那個水果 我的個性帶就這樣 對 你叫我去學會那個有沒有 嗯 我就沒有辦法 可是那是我以前的觀念啊 對 可是如果真的愛這個男人 他在這一點過不去 我們就把這個 處理一下 我們不會很困難 也不會少一層皮 就給他一個 而且你下次根本就不用自己做 你就叫老闆講 我們人好長命 古毛鹹 又閃 又苦 又甜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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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行都給我審 我錢照付 你都審一半 我這張拿回來給你看 好不明喔 壓韻耶 你如果這樣 以後我送禮 我都會找他買 然後他通通 有一半的差距他都要補 對 他要補 那個就不關我們的事 送你們進口裡 對吧 那我想問一下 到底對家裡的支出 花費你們男人有沒有概念 來考試一下各位好不好 喔 對不對 4000塊的水果 一直念用掉我半集的時間 OK 來 男人寫板子 然後女人再來公佈答案 好不好 來 請問兩個月家裡的電費 瓦斯費加水費 合計大概多少錢 請寫下來 有分夏季還是冬季嗎 夏季 就上一張 上一張 最近 最近的 就是七八月 對 電費加瓦斯費 好 電費瓦斯費加水費 OK 來 請先板 王中平寫了 幾萬塊 等一下 OK 好 總計 然後余曉筠 六千五 哇塞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九萬六 九千六 OK 怎麼可能 八千七百加九百 是不是 九千六 八千加七百加九百 好 OK 來 我們現在請太太們公佈答案 剛剛講過嘛對不對 對 多少 我的水電瓦斯加起來 三個加起來是一萬五 左右 光電費就要快一萬 然後瓦斯費大概三千多 因為現在都兩個月兩個月收嘛 水費大概兩千多 嗯 好 來 那個浩然 一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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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家三個房間 對 我算電費 電費 電費兩個月就要一萬二 因為七月八月很熱 而且小孩白天都不在 我們都只有晚上吹 對 那瓦斯費跟水費 因為我很省錢 我衣服床單都沒有送乾洗 都自己用洗衣機洗 所以就是三千的三千的一萬二 好 佩佩呢 答案是一萬二 因為我們只有兩個人住嘛 住在那個三樓 所以 就差很多欸 這根本只有一半 真的 光是電費 夏天吹冷氣 就要差不多八千塊左右了 對啊 是不是很誇張 所以 這樣子的認知 我們大家是不是 就要把它講出來 讓他知道 那他們都不知道 他們都不知道 等一下 但是呢 我們家的電費呢 比如說如果一萬的話 大概我大概花一千塊 哪有可能 你晚上睡覺不吹冷氣 不是 不是 為什麼花一千元都不在家 這拍戲啊 這不能拿這樣子 好了 真的不能這樣講 因為家就是有一定的花費 那像這個 是不是就應該讓他們知道 對啊 真的有道理 那我吃米不吃米給 真的差那麼多 你知道我租的房子 我傻眼 是中央空調 這更貴 那不就是一年四季都要開冷氣 不是 一開冷氣就是 整個中央空調的那個 整個那個 全家 我還有朋友住豪宅 每天關瓦斯的 蛤 什麼意思 因為他的是 瓦斯 他那個是豪宅 就講了 就是地堡啦 地堡配備的那個瓦斯呢 是可以讓每一間浴室 24小時都可以有熱水 所以他整天在燒的 像飯店 所以他剛進去的時候 他不知道 瓦斯費一個月四萬 蛤 蛤 整天在燒啊 像鍋爐呢 對 鍋爐呢 所以他整天都有熱水 24小時每一個房間 立刻開就有熱水的 對 所以嚇死他了 他後來就關掉了 真的好貴喔 所以沒有跟你講 你就不知道 中央空調的冷氣很貴 我一個月電費大概要 夏天啊 對 所以我媽媽每天呢 就給我灌冷氣 這樣 所以幾乎只有我的房間有開 那因為阿嬤這樣節省呢 稍微便宜一點 要不然以前啊 就是 在婚姻當中 家裡人比較多的時候 我的電費夏天是三萬塊 兩個月 哇 太快 好脆喔 所以中央空調很可怕 真的不好 可是因為我是租房子 結構就是這樣 我們沒有辦法換 對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日常的話 你看 男生差那麼多 都差一半 真的耶 好 經過這回合的PK 你們認為 管家用支出 應該是女人要負責嗎 是的請舉圈 錯的 不是的請舉差 我唱民意委屈 你就舉你要的 管 管 女生都認為不要管了對不對 應該算一半 因為都要貼錢對不對 我覺得要去算 讓他們去算 我們都不想貼了對不對 對啊 對啊 怎麼只要我要管 那弟就按計算機加一加 他才會知道 而且每次家用不夠的時候 你跟他說 還會有人說 蛤 怎麼會用這麼兇 對 就好像是我們的問題 好像都是我在花一樣 對 你就聽你一個男人講 在家裡的電費 我應該只花到一千 好壞 對不對 所以我才要管 好 所以呢 這個事情告訴我們 男人這種瑣事 就不想管了 要貼錢的對不對 最後我們問一下 單身的男人 電費多少錢 我自己交 我當然知道 我大概 夏天的話 夏天大概也是 六千塊左右 對啊 然後水費很少 三百多塊錢 因為就是一床一桌嘛 對啊 就是兩個房間可以啊 所以還好 都自己都知道嘛 因為我自己交錢啊 所以我當然自己知道 可是我真的 滿意外說兩邊的落差點 差這麼多 所以我真的覺得 真的滿敬佩你們女生的 辛苦你們 我必須講啊 很多的誤會 不是因為話說太多 是因為不說話 說不夠 沒錯 彼此都不說 對 一定要說 不然路會越走越遠 好不好 離婚率已經很高了 我們希望在座的 都長長久久 真的 謝謝 謝謝